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的功夫相当的棒 齐逢对手呢是将育良才 不过从两个人厮杀当中 能感觉出两个人有故事 两个人的冤仇很深 这里边究竟多深呢 说这李英怎么来的 陆小春是怎么事 话说在云南这个少童府 有一位练武术的 这位叫李悦李光辉 人宋外号神枪手啊 这个李悦李光辉 祖传的三十六式枪法在江湖上 那也是扯其放炮 拔骨标外号 汤汤马的英雄 李悦啊 有一磕头拜把的兄弟 叫敖头狮子路滚 这路滚怎么事 李悦家里开标局 大冬的天很冷 这天早晨 李悦李光辉推个门 想到外边溜达去 一看门口 蹲一位 这个人年岁二十多岁 近三十啊 哆嗦成一团 披这么一个斗篷 那么在边上有一个女子 怀里抱个孩子 一家三口 大雪纷飞 在这李悦家的门口 李悦李光辉一看 这个男人边上还有一杆枪 摆在这儿 这一看是个流浪的 打把是卖艺的江湖人 都是干这个的 说白了 别看你打把是卖艺 花拳绣腿 但有一点 咱们都是达玛老祖的门徒 王旷的子孙 所以这个李悦李光辉啊 心里头就感觉得很酸 朋友 你是练武的 这年轻人站起来了 天头太冷了 我是练武的 这是我的媳妇 我家呀 在保定府 靠打把是卖艺为生 这两天天降大雪 我出不去 没有办法 我和我老爸都挨着饿 特别我的孩子 求求你能不能帮帮我 给我点吃的 哎呀 这有什么说的呢 那赶紧进来 来人呐 这管家过来了 老爷赶紧把这三口人 请到屋中 泡上壶热茶 熬上一碗热汤 到那厨房之内 拿吃的 三口人吃饱了 那么在吃饭的当中啊 这李月李光辉和这个路滚 这个人一谈一闹 哎呦 很对心思 一打听呢 这个路滚是六合门的 哎呀 李月心中暗想啊 一个练武的 万不得已 在江湖上打把十万亿 这是浅到这儿了 江湖行话浅到这儿啊 就是困难到这儿 你是六合门的 那你这六合枪 我能不能看一看 路滚一听 哦 您要看我这枪法呀 好 他细打量李月 看着李光辉 他觉得李月是个炼家 所以他拿起大枪 来到天井当院 拉开自己的六合枪法 再当场 这一趟枪炼完了 一收这枪势 啪 往这儿一涨 哎呀呀 李月李光辉 看完之后 挑起大门 太棒了 兄弟 你知道我姓什么吗 您 我姓李 我叫李月李光辉 啊 路滚一听 那头变败 为什么呢 人家明树底啊 聊大带 攻身心味道 啪啪啪 磕了几个头 哎呀 李月李光辉一看 路滚是正经练武术的 那就不能漫代 啊 穷帮穷 那倒小事儿了 都是达姆老祖的门徒 王邝子孙哪 我得管哪 他就告诉这路滚 你就不要走 你就不要走 你就在我家待着啊 咱们哥俩呢 都是练武的 没啥事儿在一起啊 切磋一下枪法 研究一下武学 你这个人我也看出来了 很正直 就这样 他把这凹头十字路滚呢 就留在了家中 这个路滚 这个孩子三岁 李月呢 李光辉成婚婉 孩子五岁 嘿 俩小孩在一起 没啥事儿在一起玩 李月李光辉的孩子 叫李英李世君 那么哥俩在一起相处啊 三五年的光景 这个感情非常深 脾气也特别相投 李月李光辉开标鱼子 所以呢 就告诉这凹头十字路滚 兄长 我开这买卖呀 你也跟他掺和掺和 帮帮我忙 那么凹头十字路滚 就在李月李光辉的标鱼子里头 当了一名标师 还真卖力气 好家伙 哥俩干这标鱼子干得红火 这个买卖越做越大 另外李月李光辉 跟着凹头十字路滚 那两个人的感情 又那么深 最后李月说了 兄弟呀 这标鱼子是我的不佳 但是自打你来之后 这个标鱼子就火了 真是托福太和 这个标鱼子的生意非常好 所以就算咱俩一半 一人一半 我分给你一半 哎呦大哥 那可不行 你都把我救了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怎么能还分你的财产 哎 话不能这么说 有你的帮忙呢 我的标鱼子才这么好 钱不是一个人赚的 把地契拿过来 手续拿过来 就这么定了 啪啪耍耍点点 你看李月李光辉多账 就把这合同写了 摁上手牙 怎么的 标鱼子所有的收入 算哥俩的 一晃又过了十年 那么李月李光辉 和这个凹头十字路滚 两个人这买卖 做得越来越大 孩子也渐渐长大成人了 都成了棒小伙子了 突然有一天 李月李光辉 就跟这凹头十字路滚说 说兄弟啊 这个江湖路啊 不是一条好路 有一句古语 说瓦罐难理井口破 大将难免镇前王 咱们练武术的也是如此 你看有多少练武术家属 孤儿寡母 所以我做个决定 咱哥俩把标橘子卖了 这个钱也够咱们花一辈子的 不干了 大哥我听您的 您怎么说 我就怎么听 好 哥俩就把标橘子甩了 然后就开始闭门研究武功 怎么住呢 怎么住 老李这大宅子 那么这路滚有钱了 就挨着李英李世军 也就是李月李光辉 找李家 边上买了这么个宅子 隔一到墙 打了个月亮门 哥俩就这么好 风天过节 月亮一出来 我们这位路滚受不了了 端一叠小菜 拿壶酒 大哥咱俩喝点 小菜一叮 喝上点酒 哥俩特别高兴 这是李英李世军 和这陆英陆小春 这两个孩子 别看相差两三岁 但是李英李世军特别懂事 拿这陆小春 当自己的亲弟弟 李月李光辉提出了一个要求 跟这路滚 说哥们儿啊 咱们俩磕头吧 磕头败靶子 磕头三代 能入祖坟 哥俩磕头败靶子 成为好兄弟 这一辈子 你想人交朋友 有几个这么知心的 知心的朋友 有这么一两个就足以啊 这时李月李光辉呢 就研究这么一种功夫 这种功夫叫九宫球 也叫九盲球 怎么叫九宫球 九盲球 就是他盖了这么一个大屋子 圆的 在这个屋子里边啊 有九个球 大铁球 铁球上都带了钢刺 这个球是用这个铁链子吊的 高低不一样 有的这个球离地面一尺 有的在中间 人站在那儿 能到肚子那儿 有的这个球吊起来 这位置是脑袋这个位置 这是西洋八法 斗影埋伏 边上有萧黄 有转盘 只要把萧黄一吞上 这链子掉这个球 就开始在屋里头来回飞动 这个球由南到北飞 那个球由东到西 来回穿梭子飞 怎么练呢 这个人呢就在里边躲着个球 一看前边来了 啪 闪过去 刚躲过去 东边到西边的球又来了 蹲身塑梗藏头 就在这个球的里边是闪斩藤螺 练一身大法之术 这个鹿滚呢 就看到了 天天他一看哥哥忙什么呢 这李月李光辉在那屋里头 叮叨叭叉 来回闪动 就听里边哗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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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 他就问他哥哥 说大哥你练什么呢 兄弟 看见呗 我练的这个叫九宫秋 就是闪斩藤螺 练这个 那我试试 不 不行 我刚摸索 你不能进去 等我摸索差不多了 我把那个经验告诉你 你再进去 这很危险 稍微不慎 有一个球砸在你身上 第二个球 那就过来 砸在身上金档鲁褶 你不许进去 听哥哥的 陆文点头 可点头归点头啊 有一天哪 这李月李光辉 上朋友那儿喝酒去了 这院里头就剩下路滚 拿点小菜 滴了五酒来了 大哥 哥哥不在 刚要一转身 就看到那练工房了 路滚还琢磨 我哥不让我进去 说那玩意不好练 不好练 我趁他不在 我练了 看怎么样 他把这小菜放在边上 这壶酒也放在边上 他到这儿一拉这门 这门呢 还没锁 他进来了 一看 哇 这屋里头 吊了九个球 不同的方向 按九宫方向 在这棚上吊了 有低 有中 有高 边上 边上 有崩凰消息 啪一按 上边啊 是走线 就跟那钟表是上了劲 咔 那大圆盘就动上了 紧接着这九个球就在这屋里的哗哗哗哗 来回这么穿飞 陆管就接链了 啪一闪身 进到九宫镇里 嗨 嗨 转身来回躲着球 没想到有一个球 飞过来 路滚 没有躲成功 结果砸得尖头什么 他这一疼 第二个球到了 正打到这后脑勺子上 脑僵崩裂 栽栽当场 眼见了要天黑了 雷月李光辉回来 办完事 兄弟没来今天 吃完饭的 我走走 逛逛汉 好 来到九宫房这儿 屋里都很黑 告诉家人 掌上蜡烛 点上了灯 那儿躺着一个人 哎呀 贤弟 贤弟呀 看清楚了 凹头尸子路滚 尸体横到那儿 雷月李光辉 道得切尽 抱起路滚 是嚎啕大哭 天呐 天呐 贤弟 这多惨 这儿一哭一喊 整个惊动院中 家人仆人管家全出来了 一听怎么的 哎呦 二爷死了 赶紧禀报二奶奶 二奶奶一听 当时就轰过去了 怎么办吧 怎么办 罚送呗 大官才停到院中 啊 两孩子过来披麻带笑 那么 李月李光辉 找那风水先生 选了一个最好的分营 把弟弟埋了 随后 把弟妹请过来 就路滚的夫人 哎 弟妹啊 拿过账来 一本子一本子 弟妹 兄弟活着的时候 我跟他说 这份产业一人一半 当时啊 我的兄弟说 哥 你给保管着 保存着 有这笔账就行 没想到 我的弟弟没了 看见没 都在这 还有地契 房产器 结果 我们这位陆夫人 二奶奶 沾沾眼泪 大哥 这哪成啊 我丈夫死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我怎么能顶门过日子 哥 您继续掌管这个账 我不能接 多咱呢 等小春长得成人了 您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我说好 那既然如此的 我就拿了 那么这个账 继续在李月李光辉的手中 这常言说得好啊 不怕没好事 是就怕没好人 怎么的 李月李光辉家里头出个家贼 这小子 跑保救号去刷钱去 结果输了 没钱呢 怎么办呢 就转到李月李光辉 他们家那祖宗堂来了 上边供的是祖先的画像 底下有香炉 这个香炉 人家老李就有钱 有一个金香炉 就被这小子 叫刘二的给偷出来了 拿到当铺给当 事情漏了之后 那能不漏吗 一看香炉丢了 一查 在当铺呢 问当铺谁当的 刘二 抓住刘二 家贼难防 你这个家贼给开了 一顿板子给打出去 这刘二记恨在心 李月李光辉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得把你收拾了 有一天这刘二 在大街上碰到陆小春了 就陆滚的儿子 哎哟 少爷 你来 你坐这儿 我跟你说点事 咱俩喝点酒 哦 这不是刘二吗 哎 对对对 少爷 哎 两杯酒一下度 嗯 我告诉你 有句话我得告诉你 必须得说实话 你知道你爹怎么死的吗 我爹是怎么死的 我爹不是到那个九宫球里边结果 哎 那哪是那么个事啊 啊 那咋那么巧啊 我告诉你爸 你爹咋死的 你爹是被李月李光辉给害死的 知道不 害死的 绝对没有这事 哎 绝对有这事 没有 不可能有 他一定是 我告诉你 这别人我还不说呢 此言 怎家 廖春脑子疯下 清甜霹雳眼 这小子开鞭子 我告诉你啊 你爹跟李月李光辉两个人合伙开标局子 后来这个标局子不卖了吗 卖了之后这个钱在谁手里头啊 在李月李光辉手里头啊 人心不足舌吞相啊 这个李月李光辉就想霸占这份财产 所以来了个暗下无常把你爹杀了 那九宫囚他李月进去 他咋不死呢 你爹他咋那么巧进去之后 就命丧在当场呢 那里边有萧黄 就是给你爹设下了这么个陷阱 你慢慢琢磨琢磨吧 我没有半点血 这刘二这小走了 哎呦 坏了 陆小春睡不着觉了 回来之后啊 这小子越想越对 特别有一次 陆小春啊喝多了 喝多了之后呢 被李月李光辉给说了几句 说海恩怎么能喝酒呢 喝成这个样子 这一顿骂 陆小春心里不高兴了 有一天又喝多了 又碰那刘二 刘二又说 我告诉你啊 你爹就是被李月害死的 你看三人成虎嘛 这个话说三遍 假的都成真 陆小春就觉得李月 是杀死爹爹的凶手 爹 我一定要为你报我仇 这小子 这小子就开始寻找机会 要杀掉李月李光辉 夏天呢 李月正好在院中啊 午睡 躺在那个主椅上 晒太阳 哎 陆小春一看 此时不动手 我等待何时 这小子拿刀 这扭 扭过来 把这刀枉起一举 就要往下剁 要杀死李月李光辉 也偏巧这么个光景 李月呀 咳嗽了一声 他这么一击一领 被刀往后边这么一背 这时李月呀 伸了个懒腰 哎呀呀呀 做了个好梦啊 一睁眼睛 哎哟 小春在这呢 伯父 是我在这呢 我在这呢 该吃饭了 伸了个懒腰 李月李光辉走了 陆小春没杀成功 可当天晚上 李月李光辉 就把自己儿子 李英李世军 是叫到身旁啊 儿啊 爹想跟你说几句话 爹 防人之心不可无望 害人之心不可有 你把咱们老李家的枪法 由头到尾演示一遍 这怎么了这是 你看爹 这眼神不对 那眼吧 李英李世军啪 大枪横过来 当场啪 好 等练完了 李月李光辉过来 儿子 你这套枪法 陆寅陆小春都知道 他也练咱们家的枪法 因为这些年 我们这位李月李光辉 把陆寅陆小春教的 全是李家枪法 但还有三招 叫锦背低头 翻身黄龙三枪术 我没有拿出来 这个没有交给陆小春哪 你记住 这三招枪法 不到万不得已不许使 这三招枪法 不能告诉陆小春 另外 爹告诉你一句实话 千万小心 陆小春 爹 发生什么了 老头沾沾眼泪 天哪 你说我怎么告诉你 张不开嘴呀 这李英李世军 跟陆小春两个人 打小这么高 一点点一点点的长大 长成了成人 那在一起的感情 亲兄弟一样 那么现在陆小春 今天中午举起刀来 要杀我 要不是我咳嗽一声 因为我这儿眯发眼睛 看得清清楚楚 这小子一定是听了贼人之言 误解了我 他对我要下手 如果将来他对我下不了手 会对我儿子下手 所以老建可告诉你 英李世军 多加小心陆小春 可这儿才引出一段陆小春 身披33条人民大案 打到杭州城 将同龄 贺号带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